Ago 讀者 你们好 我是郭爱鸣 Amy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 《气质女生》的必修班 其实性格会很影响气质 我觉得某程度上 可能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 大方的人 你经常充满愤怒看样子 你会很不开心 你散发出来的感觉 我相信旁边人都会感受到 看多些书都有帮助 甚至你可能做多些运动 令你走出来的姿势更漂亮 走路的姿势更漂亮 都会令人感觉上 你会有气质多些 如果我们女性 很多时候都会用护肤品 或者是塗身 或者是塗料 如果你每天都塗的时候 你会想一下 你会选择什么 塗上身会帮助你自己 还有不要用那么多有害的东西 减低对你身体的伤害 我自己会选择一些比较有机体 我会叫人少喝一顿 其实我都见我身份朋友 不要太多冰的东西 始终从中央角度来说 可能你太多冰的东西 对你气血不允肯自然地 可能对你整个人的身体状况 会有影响 尽量不要说一些伤害性太厉害的说话 我会觉得 因为始终说了很多时候 生不回来 别人听了 或者你当时的时刻 因为只是很生气 但你讲了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已经伤害了感觉 那变成了 可以忘记 你可以 避免 但有时候你没办法避免 那样东西 可能累积得多的话 就会对你感受有伤害 那么多